中文播客 学一学国际金融界的大事 也就是人民币入了SDR货币篮子这件事 那如果你们听到了SDR人民币入篮都听不懂的话 跟我一样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的对话里面呢 就会听到一个对国际金融比较了解的同事 再跟另一个同事讨论SDR还有人民币入篮的这件事情 没错 那在开始之前呢先给同学几个基本的词汇 因为大家可能有这个知识 只是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比方说像这个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那SDR呢就是特别提款权 好 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对话 好的 今天一早打地来学校 刚好就听到广播里头说人民币入篮什么的 你听说了吗 那是什么呀 哦 你说的是IMF于当地时间11月30 在美国把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事吧 什么什么SDR 山东人吗 麻烦帮忙把英文解释一下嘛 不是早告诉过你 我的英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记得我记得不好意思啊 IMF呢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里头有个特别提款权 就叫SDR 也被称为货币篮子 似懂非懂啊 我还有好多问题迫不及待想了解 这篮子里原来都有些什么 这SDR又是怎么来的 为了什么 那我就来科普一下啦 SDR货币篮子里头 原来有美元 欧元 英镑 日元 这四种货币 它是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出现危机后 应运而生的新的货币体系 究竟SDR要做些什么 人民币纳入SDR 就马上生效了吗 并不是哦 新的货币篮子正式生效 得到2016年10月1日 届时 人民币的权重 将为百分之十点九二 SDR是IMF成员国 对可自由使用货币配额的潜在债权 通俗地说呢 就是当IMF成员国没有钱的时候 可以用自己分道的份额先抵债 哦 意思是 如果某人缺钱花了 可以先临时从家里借点电着 就个急什么的意思咯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纳入SDR 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 当然意味着 人民币成了一种新的储备货币了 中国将在未来世界经济活动中 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 这是对中国一系列 具有重大意义经济改革的认可 更是对中国政府 未来遵守市场化规则的认可 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难道人民币加入SDR仅仅只有象征意义吗 当然不是 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 人民币加入SDR将催化推动国内金融改革 中国的资产价格将逐步跟国际接轨 资产泡沫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我最关心的是 人民币加入SDR对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问得好 人民币加入SDR 好处首先当然是 以后中国人去国外旅游 就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了 当然只是原则上如此 实际在其他主权国的货币使用情况 还是得由当地政策决定 哦 听起来不错 至少刷卡没问题 不用再购买外币还款了 出国旅行好像更省心 说走就走的旅行好像不再是梦想了 算是吧 其次 个人跨境投资会更便捷 到国外资产 去境外炒股 都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 最后企业进出口商品 跨境交易投资可采用人民币计价 降低了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 为美元拨动千 为美元拨动千长挂肚将成为历史了 这么说 难道完全没有弊端吗 人民币会因此贬值吗 也不能说是弊端 只能说 确实有了更多的挑战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 需要承担国际资本流动的责任 承担责任 就意味着承担风险 贬值 升值 都只是一时的波动 了解 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看来政府当务之急 就是要做好经济转型的工作 实施好一路一带的战略 练好内功 是已不变 应万变的根本对策了 那从对话的一开始 我们就听到这个重点就来了 今天一早打低来学校 就是他到学校的路上 就听到广播在说什么人民币入栏 所以他就问他的朋友 那你听说了吗 那个是什么呢 那他的朋友的回答 好像在播报新闻 用很正式的中文 他说你说的是 IMF于当地时间11月30 在美国把人民币 纳入SDR货币篮子的事儿吧 对 感觉就是把新闻标题整个书 没错 那这边有几个要注意的 比较书面的说法 一个是这个鱼 这个鱼可以意思就是在 所以它可以代表在什么时间 或是在什么地点 那通常呢 有时间有地点的时候 会前面那个用鱼 后面那个用在 或是前面那个用在 后面那个就用鱼 我们不要重复讲一样的字很多次 所以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在当地时间 当地就是IMF所在地的那个地方 11月30号在美国 所以当地时间在美国 把人民币纳入了SDR货币篮子 所以因为它叫货币篮子 才会有了人民币入篮 这样子的说法 那content在今天这个句子里面 我有注意到 纳入这个动词 第一个感觉好像比较正式 对 第二个好像更有那个放进去篮子的感觉 是不是 对 因为那个入进入大家都知道 然后那是收起来的意思 所以收起来收进来 所以就是人民币本来在这个篮子的外面 现在纳入了这个篮子 那纳入平时也可以用吗 可以啊 比方我说 我认识一个非常会跳舞的人 所以我就把它纳入了 我的跳舞小组员的名单 就像这样 所以我把它纳入我的名单 或者是说人民的税收 政府就纳入国库 那听完了一个很正式 比较严肃的一个句子 我们就听到下一个人 他说什么什么SDR 山东人吗 这个SDR刚好是山东人拼音的前三个字 那我们知道 其实国内很流行 就是把一些字的拼音的前面三个字母 拿来缩写 当然这不是山东人 开了山东人的玩笑 那这个人当然他说 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很地道的说法 就是听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说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这样子 那所以他请他用 把这个英文解释一下 他说呢 他的英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表示就是学的不好嘛 因为老师不会教 老师是学体育的 不是学英文的 没错 所以这个其实是 怎么讲 母语者开玩笑的一个方式 我们不会说是数学老师教的 通常都拿体育老师开刀 不知道为什么 那今天这位同事呢 也很有耐心的把 各个名词解释给他朋友听 这里面有一个好用的句子的说法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这些词汇嘛 那他就说了 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头有个特别提款权 就叫做SDR 也被称为货币篮子 这个是我们在解释一件事情的时候 常用的句子说法 什么什么叫做一个专门的词汇 那为了让大家更了解 可以用一个通俗一点的说法 就是说 也被称为 这个称就是叫 称呼 所以这个也被叫做是 为是是的意思 货币篮子 It's like an AKA Also known as 对 那当然这个一开始问问题的人不太明白 所以他就说 这个是懂非懂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懂非懂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法 大家一定要学习 当你一件事情好像一点懂 又一点不太懂 就可以用这样回答 用这个说法回答 因为这个是就是好像 非就是不是 所以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叫做是懂非懂 所以他说 我还有好多问题 迫不及待想了解 那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问题 他的朋友就说 好那我就来科普一下 这边有提到这个货币篮子 其实他们是把好几种 比较受到国际金融体系信任的 稳定的货币 好像把它想象成 它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他们就代表了一种价值 那这四种货币就是 美元 欧元 英镑跟日元 那现在呢 这四种货币呢 是在二战之后 因为这个经济上的需要 所以它才产生的 但现在就是人民币也要加入了 也就是这个篮子里就多了一种货币 那在今天这个句子里面 我看到好像挺有趣的四个字 应运而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平时我们怎么用 其实这四个字呢 它意思就是 应就是为了反映这个情况 他这边提到二战后 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危机 因为当时这个体系里面 美元是唯一的基准 跟黄金挂钩 但是后来因为美金一直贬值 所以呢 它有那么多的货币 却没有那么多的黄金储备量了 所以就产生一个危机 那在这个危机之下 为了反映这个危机 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就叫做SDR 也就是现在我们叫做纸黄金 所以它也是一种 国际标准货币的一种基准 所以应运而生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 而产生了一个 什么样的反应 另一个新的情况 对 新的机制 新的情况 比方说 现在有那么多人想学中文 孔子学院就应运而生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完 为什么会有SDR 接着对话里面的人 跟我问题一样 那人民币加入SDR 马上生效吗 那生效就是产生 就是开始有效 不是说产生效果 应该说开始有效 就像我去办了一张会员卡 这次不能用 但是下一次来就生效 我就可以打折 就是开始有了它的功能 这个叫做生效 所以这个新的货币篮子生效 要等到2016年的10月1号 也就是说不是马上就生效 那我们也听到 届时人民币的权重 将为10.92% 届时是什么意思 届就是到 所以届时就是到那个时候 届时感觉好像都是在很正式的一些通知信啊 一些像公司 你可能跟不同的公司签约或什么 你才会听到的一个词 对它本来就是一个 这是完全书面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人他在科普嘛 他就是把一些比较 比较深比较难的观念 就是解释一遍 那不小心呢 不免呢 就要用到一些这种 书面的正式的词汇 那同学们可能会在一些通知函上面 比方你跟电话公司签约 那一年以后到期 他可能就可以说 届时我们会再通知您续约 或是解约这样子 了解 那今天对话里面这个人呢 其实用了很多很专业 很金融的一些词汇 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了解 这些词汇的意思 所以你必须要会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去解释给你的朋友听 那今天的句子里面 我觉得我们就听到一句很棒的 一个很棒的说法 那就是通俗的说 对对 因为通俗就是 俗就是大家能明白 所以能够呢 能够通用的 大家都能明白的一种说法 叫做通俗的说 所以他前面讲这个人民币的权重啊 然后呢 这个就是权重代表的意义是 你可以自由使用货币配额的钱 在债权啊 这个都很专业的词汇 但是呢 通俗一般人能听得懂的说法就是 当这个成员国没有钱的时候 可以用自己分道的这个份额先抵债 难怪今天对话里面 另一个人会说 所以就是当你把钱花光了 可以临时用家里的钱先垫着用 没错 那这些IMF的成员国 他不能直接用他自己的货币 去救自己的钱嘛 所以他就 如果他的银行持有 SDR篮子里头的这些货币 他就可以借着这些 用这些货币去借钱出来 来救自己国家的这个金融的状况 表示说国库里没钱了 还可以借钱来用 好 能借钱是好 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好处吧 中国加入SDR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呢 就意思是他直接的意思 那意味呢 就是他背后的意思 就是这个没有说出来的 不是在表面上的 就叫做意味着 So when you hear 意思 it's what is the meaning but when you hear 意味 it's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对 那人民币纳入这个篮子里头啊 就意味着人民币成为一种 新的储备货币了 在过去只有比较经济上很稳定 货币很稳定 很强大 在金融上很健全的国家 他们的货币才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 所以呢 其实这也就意味着 中国的金融体制的改革 获得了一些 怎么讲 获得了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一个承认 所以他们才会让他纳入这个货币篮子 那当经济强大 经济稳定 在国际经济上面 一定会有比较大的话语权 同学们可以学起来这个词话语权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而且很精准 意思就是 你说话的时候 大家得注意听 或者是说呢 你说的话 你的决定可以成为一个最后的决定 这叫做你拥有话语权 那除了在国际活动中 可以有更大的话语权 中国加入SCR 意味着中国经济体系会迈向 跟国际的经济体系接轨 对 也就是更加的国际化 所以这里提到一个动词叫做认可 它也当作名词 获得谁的认可 也就是说刚刚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中国的经济更加的国际化了 那也得到了市场上的一个认可 但是听来听去 这些东西感觉好像 不管是话语权 话语权当然可能也有很实际的一个功能 但是认可各方面 这些感觉好像都比较偏向于象征意义 也就是说呢 其实中国政府并没有直接在这件事情上取得一个具体的好处 但是这些象征意义呢 其实所以也有人说 这个人民币加入这个篮子 只是第一步 是一个起步 或者是一个转折点 并不是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一个终点 它只是标志着 OK你到了一个新的情况了 所以呢 这边就讲到说 不是只有象征意义 因为对国内来说 会更加的继续推动金融改革 因为要跟国际接轨嘛 难怪我们会看到催化 嗯 这个词 这个催化呢 就是一个化学的变化 你放一个东西进去 会加速它的变化 所以其实催化就是有加速改变 这有一点感觉那种catalyzed的那种感觉 对 那Continence我想问一下 像如果你刚刚有说 当然这是一个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 我刚刚听感觉好像milestone 对 那milestone我们怎么样中文表达呢 一个里程碑 对 那个碑就是stone 里程碑 milestone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人民币入栏 是一个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 对 更准确的说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里程碑 那当然是中国主动的想要进行这样子的改革 然后能够跟国际更加的接轨 也得到更大的话语权 那么接着他们就谈到 好吧 那政府有这些期望跟想象 那对人民来说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那对话里面的人他说 以后出国旅游就方便多了 因为可以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就可以省了这个汇率上面的一个损耗嘛 所以当然是很不错的啊 那说完呢 政府跟老百姓 接着他们就聊到 其实中间的那些人 就是商人 人民币入栏对他们的影响 对因为他说这个跨境投资也就是在国际间做投资 不是只有境内的投资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更方便 因为他们可以用人民币计价就降低了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换汇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损失 那也不需要再为美元的波动牵肠挂肚了 牵肠挂肚感觉好夸张的一个说法是什么意思 它确实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 也就是牵肠挂肚它的意思就是一直想着一件事或想着一个人 比方说在谈恋爱的人都会对对方讲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动作都牵肠挂肚 也就是想个不停 所以好像就是会很烦恼的感觉嘛 对因为这个牵肠挂肚并不是思念 是因为担忧而想个不停 所以是有烦恼的意思没有错 那到底有没有弊端呢 因为讲了那么多好处嘛 他当然很好奇啊 难道完全没有弊端吗 那就像蜘蛛人说的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No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说反了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SDR也是一样 对这就是后面最后一段话讲的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但是哦 我觉得中国人看SDR这件事情 跟Spider-Man他看他的能力 好像反应不太一样 我们对话最后听到 练好内功 以不变 应万变 才是根本的对策 这好中国的观念 我觉得 对因为你看Spider-Man 一得到能力 蜘蛛人啊 能力很强 立刻扑扒扒出去打 对迫不及待要去帮助别人了 或者是要使用他的能力 但是呢 显然对话里面的人 并没有在 并没有觉得我们要立刻使用这个能力 或是看到他的效果 因为他讲的还是 以不变 应万变 这个以就是用 不变就是不改变 不动 那应是对应 或是反应 所以用原来的 没有什么改变的这种态度 去应对外面一直变化的情况 万变就是不断的变化 很多很多的改变 这是一个根本对策 但是你为什么可以以不变应万变呢 因为你要练好内功 内功是什么呢 内功就是你基本的能力 也就是 其实我们讲内功是功夫里面 你的内力很强 然后一推别人就会飞走 那这个内功怎么练呢 要慢慢的累积起来 所以其实我们听到中国人讲练内功 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的实力储存起来 基础打好 对 要让自己有很强的实力 这个时候 不管环境怎么变化 你都有能力去应付 所以你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那其实大家会不会觉得 啊 好功夫的一个说法 大家平时能不能够用呢 可以 我觉得 有时候可能你朋友在说 啊 我最近最近景气不好 都找不到工作 你就可以说 你要练好内功 对 那或者有人说景气不好 很怕丢了工作 那你也可以劝他说 没问题 你就是练好内功 打好基础 以不变应万变 就是你不用急着跳槽 找工作 应该是说 在你的工作上 把你的能力变得更好 变得更强 嗯 今天真的学到好多 好有趣 好有用的词汇 不仅是学到很多 国际金融的一些相关词汇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 借此 看到了一个 我觉得中国人 那当然of course 是generalization 但是我觉得 中国文化 碰到改变 碰到一些新的改革 我们如何去应变 对 就会有一个 一个很自然的 像是我们在文化里头 生成的一个反应 是很自然的东西 那借着了解 这样子的对话 跟这样子的谈话内容啊 同学们的中文内功 也会变强啊 因为你开始进入一种 不同的文化思考模式里面 好 那我们就赶紧再听听 今天的对话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今天一早打地来学校 刚好就听到广播里头说 人民币入栏什么的 你听说了吗 那是什么呀 哦 你说的是 IMF于当地时间 11月30 在美国把人民币 纳入SDR货币篮子的事吧 什么什么SDR 山东人吗 麻烦帮忙把英文解释一下嘛 不是早告诉过你 我的英文 是体育老师教的 我记得我记得 不好意思啊 IMF呢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里头有个特别提款权 就叫SDR 也被称为货币篮子 似懂非懂啊 我还有好多问题 迫不及待想了解 这篮子里 原来都有些什么 这SDR又是怎么来的 为了什么 那我就来科普一下啦 SDR货币篮子里头 原来有美元 欧元 英镑 日元 这四种货币 它是在二战后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 出现危机后 应运而生的 新的货币体系 究竟SDR要做些什么 人民币纳入SDR 就马上生效了吗 并不是哦 新的货币篮子 正式生效 得到2016年10月1日 届时 人民币的权重 将为10.92% SDR是IMF成员国 对可自由使用 货币配额的 潜在债权 通俗地说呢 就是当IMF成员国 没有钱的时候 可以用自己分道的份额 先抵债 哦 意思是 如果某人缺钱花了 可以先临时从家里 借点垫着 就个急什么的意思咯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宣布人民币纳入SDR 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 当然意味着 人民币成了一种 新的储备货币了 中国将在未来世界 经济活动中 争取到更大的话语权 这是对中国一系列 具有重大意义 经济改革的认可 更是对中国政府 未来遵守 市场化规则的认可 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 难道人民币加入SDR 仅仅只有象征意义 当然不是 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 人民币加入SDR 将催化 推动国内金融改革 中国的资产价格 将逐步跟国际接轨 资产泡沫问题 将逐步得到解决 我最关心的是 人民币加入SDR 对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问得好 人民币加入SDR 好处首先当然是 以后中国人去国外旅游 就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了 当然只是原则上如此 实际在其他主权国的 货币使用情况 还是得由当地政策决定 哦 听起来不错 至少刷卡没问题 不用再购买外币还款了 出国旅行好像更省心 说走就走的旅行 好像不再是梦想了 哈 算是吧 其次 个人跨境投资会更便捷 到国外资产 去境外炒股 都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 最后 企业进出口商品 跨境交易投资可采用人民币计价 降低了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 为美元拨动千 为美元拨动千长挂肚将成为历史了 这么说 难道完全没有弊端吗 人民币会因此贬值吗 也不能说是弊端 只能说 确实有了更多的挑战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 需要承担国际资本流动的责任 承担责任就意味着承担风险 贬值 升值都只是一时的波动 了解 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看来政府当务之急 就是要做好经济转型的工作 实施好一路一带的战略 练好内功 是以不变 应万变的根本对策了 听完今天的对话 再听完今天的对话 大家现在可以放松了 对 因为说实在我们一开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 自己的内力不够好 只要去补充一下内功 太久没有其实碰到 国际金融这方面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们两个刚开始有一点紧张 虽然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大部分 就讲的是一些普遍的概念 但是说实在的金融还真不是一件容易搞懂的事情 但是懂不懂 真的能不能够理解国际金融的一个机制 不重要 但是重要的是下次呢 我觉得尤其是越靠近 人民币正式入览的那个日期 我觉得大家会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那大家大概能够听得懂 大家在说什么 你能够有一点点贡献 我觉得就很不错 对啊 或者我们的同学 也许你们本身已经有很丰富的金融 经济的知识 那加上这些词汇 你就可以轻松地跟人讨论这一类的话题 好 那说到这儿呢 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 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2874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 slash 2874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 slash 2874